我以前的報攤 很多報紙 成報、天天日報、東方、明報 未有蘋果的時候 華僑日報 全部都攤在這裡 多元有不同的聲音 你現在也很難 只有東方和蘋果一兩份 證明聲音已經越來越兩軟 多久沒買過報紙 我想都有七、八年 過多月而已 今晚還沒買一份 九元那麼大 關振海是獨立媒體字的創辦人 在各大報館做過記者的他 和報紙攤檔有不少的淵源 超過這一檔 至少兩份報紙 在這裡每天凌晨1點半 看到一邊對頭版 跟中方有什麼不同 究竟有沒有甩到新聞 譬如周海亮 花園街大火 南丫島沉船 立刻會對 行內俗稱對A1的行為 其實就是報館派記者 看看行家第一份報紙的頭條 如果發現自己獨舞 就會看看有沒有機會保留 加印第二版 至於戰場的中心 就是這一檔 全港每天最早有報紙買的報攤 這裡因為位於九龍的中心地點 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 都慣性第一份就是在這裡降落 而記者和報檔的關係 當然就不僅如此 報攤的老闆 經常做記者的善人 超過的經常過了 例如突發東西 打架、撞車、吵架 即是你有個雙熟記者 list 就立刻打給他了 為什麼記者和報紙攤 有這種關係 我每天都會見面 每天都會見面 等報紙的時候 是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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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沒錯 你說報紙佬 但是他是看完整個區 凌晨三、四點已經在這裡 他一定知道這區是怎樣的 報紙攤的文化 其實早在一百年前已經出現 香港第一個報紙攤出現在中環 天星碼頭這裡的報攤 也歷史悠久 有過百年歷史 報借這一代更加做足幾代人 莊玉式熱愛本地的文化 曾經出書深入研究本地報紙攤 你帶我來天星碼頭 為什麼會這麼特別帶我來這裡 其實天星碼頭原先有六檔 除了經濟環境變差後 檔模式的規模是小了一點 阿莊就說19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 當時殖民政府覺得碼頭報攤不夠整齊 就做了石子檔攤給這裡的報紙用 其實這幅圖裡面我們看到以前 其實這裡有一個石子檔 我們檔後面就有一個花草 沒錯 寶姐就是這個花草在這裡 我們已經跟他們談意見 你整個花草沒有用 方便一些人在那裡套口水潮 很髒的 真的 1990年代之後 這些攤檔多數會有淵草箱 或者是外國的雜誌去贊助 所以是比較漂亮、有規模 那時候甚至還可以收回廣告費 顏色都會相跟 例如某些煙 屬於某些顏色的品牌 都會跟著做 其實現在你看到 貼了很多黏黏的東西 原先其實是一個廣告 這種賣廣告的方式 其實是源於1950、60年代 由南華早報和虎報開始 當年的報業興旺 會賣廣告吸引人去購買 只是到今天報業不賺錢 現存上又受到法例的規管 不可以賣廣告 所以報攤的贊助商就所剩無幾 占殺罪區這裡多遊客 報攤就看進了這裡的市場 開拓了賣不同的產品 玩具、政治書、口罩都有 什麼書最深得遊客歡迎的呢? 你們以前有政治書 之後越整越少 廣告 今年開始就出版社說收回 那我就收回了 現在最賺的應該是水 六元支 都是賺兩、三元 其實最好賺中酒賺的報紙 其實報攤限制只可以賣12種物品 所以這些玩具就連飲品都可以算是違法 不過靠賣報紙難以維生 所以大家都隻眼開隻眼閉 說回報紙檔的特色線 大家有沒有疑惑過 究竟為什麼報紙檔每檔的顏色都不同呢? 原來又是因為賺助商 而香港的報紙檔擺放方式都有智慧 由康尺的報紙檔 100年前都是直立式地擺放的 其實是不會有打橫的 因為你可以想像到 水平擺放的時候佔中了很多空間 去到比較多是見到打橫這樣擺放 都真的去到60年代才開始 要留意其實牌照又是有規定的 報紙檔只可以用6呎乘1.5呎的空間 所以按道理 他們擺位都是超出規定的 那你想想赤半海擺放什麼? 其實可能是擺放這本雜誌 垂直的空間和平面的空間都是有限的 那我們怎樣再增加層次呢? 其實報紙檔是很厲害的 香港有很多時候經常有雨水 也不合衛生 只擺放在地上 他們就用一些小椅子浪梗 多了很多展示的空間 回顧歷史 報紙當年發牌主要是給菇寡露藥 所以小番牌照當年又叫做恩術牌 牌照可以細閘 但是政府當年來都沒有發牌 而租借牌照其實是犯法的 因此不難發現 在街頭上曾經風光的他們 原來不少已經倒閉關門 是沾沙咀廣東道做了幾十年的榮哥 就是其中一個 這裡都擺放了20年 這個疫情影響之後 現在就沒有開檔了 因為那時候喝茶 早上班 人們買份報紙去喝茶 我們現在買了六七百 現在三四十張都買不到 歌手都退回 一半 20張帽子怎麼買 高峰時期 榮哥一個月試過賺十萬元 但店鋪倒閉了 現在他只是幫人打工打發時間 報檔好景的時候 賺到只有兩至三萬 他都思考究竟怎樣可以轉型 臨長富是香港報返協會副主席 他一直都希望可以幫同業轉型 但最終報紙難賣 去年九月開始 連他都沒有賣報紙 我嘗試過無數的方法去轉型 試過去賣中式糕點 糯米糍 拖時的反應都可以 只是後來新鮮感完了 他發現這個方法行不通 他亦曾經爭取過幫暴攤 暗狀WiFi 和電子屏幕賣廣告 但最後政府派人樓聚集 轉型又是用失敗告終 他們對於報紙檔的看法 報紙檔還是幾十年前的 真的以賣幾張報紙 你可以生活就算了 硬件報返靠買報紙 難以為生 賣的東西又過時 他都苦無對策 2000年初 有兩大中文報紙 它的銷量都去到40萬 但現在我想 沒有一張中文報紙 它的銷量是可以過10萬 我的報紙名字 我當時叫做報紙員 報紙已經是員 我們就一定要尋出路 今年年初開始 他又接到有30多間報攤結業 現在剩下350多間 在搶報紙熱潮退去之前 他希望報攤一樣可以轉型保育 報返服務了香港市民 已經幾十年 他們也根本是一個 香港佳陀文化的特色 香港人的報紙堂 是我們香港人的生活一部分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